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不是那么简单 并不是那么一下子都可以做得那么顺利 各位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选举 尤其是这些选举当中 因为这些选举是涉及到全体选民的 他碰到的难点真的还不少 这个是理论联系实际了 我们也比较可以如实的跟同学们来分析几个难点 这几个难点 有的正在想办法去怎么样去解决破解 有的真的还不是那么容易 同学们也可以思考 绰绰注意怎么样来面对这些难点 破解这些难点 譬如有一个问题大家想到没有 法律上是强调了九个不分 不分民族 不分种族 不分这个家庭出身 不分这个教育程度 不分这个财产多化 不分什么什么 主要是体现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 但是这九个不分 你有人提出不同看法 我记得二十多年以前上这个课的时候 就有班上有同学站起来说 我觉得有的还应该分一分 不要不分 你说不要不分只强调了平等 强调了普遍不是很好吗 但是他说 这个形式上追求一种好像平等的价值 有人认为其实这个很不现实 或者并不真正有很好的效果 有人说披露文化成都的问题 他说如果弄了很多文盲 都想有同样的被选举权去当人大代表的话 那我们这个人大代表怎么样能够 真正发挥到好的作用呢 因此有人说 不分教育 接受教育的程度 应该改改 应该说教育程度还应该有点要求 譬如说 选举权可以不加教育程度的限制 那么被选举权可不可加以建制呢 我记得当时班上有不同观点站起来了 有的说你这个东西是 密集我们那些文盲吧 文盲在政治权力上是一样的 应该有没有啊 另外一种观点说 政治权力是一样的 实习效果怎么样呢 人大代表当文盲 文盲当人大代表 行吗 文盲当人大代表 各位 现在我们有没有文盲当人大代表的呢 有的 乡里面 正里面 难免还是有 县里面 省里面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反正聊学的时候 我也说过一个例子 当年 人民日报很高兴地宣布 我们第六届人大代表 全国人大代表当中 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当中 已经没有一个文盲了 文盲一个也没有了 那是83年吧 我说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 说了以后 你觉得很高兴 宣布全国人大当中 没有文盲了 你说以后我才知道 原来以前 全国人大当中 还有文盲啊 现在文盲没有了 那么半文盲是不是还有呢 好 同学们 你自己思考 文盲这个问题 当人大代表到底怎么样 你一个否认 譬如用法律规定 文盲不可以当人大代表 也就是规定 当人大代表 想以选举 被选举权 应该有 就要有程度的限制 恰当不恰当 或者不同层次上 做不同的规定 行不行 当然还有其他 九个部分 也有人接受不同看法 我们刚才讲到呢 几个难点当中 第一个难点是 宪法法律 规定了九个部分 为了体现 普遍性和平等性 但是呢 恰恰也有一种声音 认为 好像九个部分 是追求一种平等的价值 然而呢 说实际的效果如何呢 刚才说到 文盲的问题 说起来 你不管文盲不文盲 都应该有同样的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 但是 有人恰提出 起码在被选举权的享受方面 享有方面 应该有一点教育程度的 或者文化程度的限制 我上次说了 美国的某些州 你来做选民登记 他让你读通一段 解释一段宪法 美国宪法 当然 他觉得他有道理啊 如果你美国的线法都读不通 什么意思都讲不清楚 那觉得你这个 没有政治行为能力啊 还得参加选举啊 对吧 当然 这些东西 以前我们肯定讲到他们 你这个是限制了 文盲 无产者 这个问题到底理性的怎么看 理性的怎么看 我们有的班上同学就讲文盲 这个应该有点限制 但另外一种观点 坚决反对 你们怎么考虑 不在这里讨论 但是 就一个部分方面 还有一个例子 譬如 我们只强调 依法剥夺政治权力的 才不想有选举权 对吧 没有选举权 也就是说 只要你没有剥夺政治权力 都想有选举权 那么 实际当中就碰到问题了 监狱里面 关在那里 在犯人 他还判了好几年徒刑 但是 他倒没有剥夺政治权力 于是 你外面选举了 他也要参加了 他也要参加 如果他仅仅想有 让他享有选举权 那还好 我们现在有的 或者在监狱里投票 用流动票箱 或者是警察排着他 到 自己的 这个所在地 原来的所在地去投票 都可以 还可行的 另外一种情况来了 这个因为他 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力 然而他判了好几年刑 在监狱里面 是官司 坐牢 有人还提他为 提他的名为 人大代表候选人 那这个问题怎么样呢 你觉得可能不合适啊 这坐牢 怎么当人大代表 还做候选人呢 当人大代表候选人 然而呢 从法律上讲 没有限制 他们也被剥处 政治权力啊 可以当人大代表啊 首先是候选人啊 这个问题怎么办 你觉得在吃官司的 坐牢的人去当 真的当候选人 真的被选为 人大代表 觉得总不很合适吧 然而法律没有限 规定不允许 所以有人就提出来了 能不能做一定的规定 一定的规定 限制 披露 即使没有剥夺政治权力 而有权 有前科的人 是不是应该不享有 起码不享有被选举权 在我们国家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是连在一起的 想有选举权的 也想有被选举权 要不两个都不想 有的国家是分开的 区分的 选举权 就是投票选逼人的 这个选举权 你可以要求低一点 被选举权要求高一点 那么我们没有这个限制 实际当中又碰到这个问题 关键监狱里的人 要当人大代表候选人 你给他当还不让他 因此有人也提出 在这方面 是不是做一定的限制 同学们考虑考虑 这些怎么样 有没有道理 或者还有其他 九个不分 要不要分一分 这是个问题 好 不在这里讨论 你回去考虑 就给你两个问题 九个不分 至少取得两个实例 一个是文盲 一个是有前科的 或者搬在监狱里的 你怎么看 第二个难题 人口流动 导致选民登记 有困难 请注意 我们长期以来 选民登记 为什么选民登记呢 那国外也有 就是说 你到底是不是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你是不是个选民 不是你自己说 我们也剥夺政治权力就是了 当然 照理来讲 你只要没有剥夺政治权力 你都可以由选举权被选举权力 就作为一个选民了 但是还要有一个法定的权论 法定的权论 也就是你要来选民登记 选民跑到一定的规定的场合 场所去登记 我有资格享有的 那么你登记好以后 选举委员会 选举机构 给你加以审查 审查下来 合适下来 审查 发现你确实是选举权权力权 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力 所以到后来 在公布选民的名单 也就是选民榜 选民榜公布 那就意味着 法定的承认你是有选民资格的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就是选民了 所以有一个选民登记 请注意 我们用的概念词是选民登记 也就是选民去登记 但实际上 我们长期做的是登记选民 也就是说 不是选民自己跑出去登记 往往是 由选举委员会 选举工作人员 他们来登记选民 怎么登记的呢 他是按照复刻来登记的 按照复刻 他根据他们 这个组织上掌握的 复刻 那么知道 我这个选区 这个区域 我这个选区里面 多少人 是复刻在我这里的 而且他们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力 到了十八周岁了 因此我知道 有多少多少选民 就是 往往是去登记选民的 而且这个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选区 是复刻 复刻 每个人都有一个复刻 复籍 我们是按照 复籍 这个人口 就是 你这个人的复刻在我这里 我就把它登记为选民了 那么这里有问题来了 按照复刻来登记选民的 结果呢 有些人 长期 在外面打工 或者在 别的城市 别的地方 常住 护工的 这叫做什么呢 人复分离 人和复刻 分开了 复刻依然在原来的地方 人已经到了 另外一个地方了 由于 我们复刻控制的很严 城乡 复刻 长期控制的很严 现在是有所放松 但是 曾经是控制的很严 因此呢 你可以 长期到了 这个城市里去居住 去打工 去务工 但是 复刻 往往不让你 前进去 你复刻还在农村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好了 复刻所在地 把你登记进去了 你恰恰不到那里去 投票 不少人不 少数人去 多数人不大去 不是真的 我为了这个选举 我要乘了飞机 乘了火车回去 投票去 很多人不去 而 我长期在这个地方 一个城市里居住了 五年 十年 二十年 恰恰 我没有复刻 又往往登记不到 选民 登记 他也登记不到 因为你没有复刻 所以这样呢 有复刻在的地方 你所在地 你又不太去 而能长距在这里 你又兴趣参加 又不让登记 这就带来个问题了 这样一来呢 实际上 我们有不少流动人口 并没有真正 参加选举 这是个问题 说起来普选 只要没有剥夺政治权利 18岁以上的公民 都应该参加选举 这是权利 然而 实际上 由于这个人口的流动 剥复的问题 所以呢 很多人没有参加选举 这是个问题 那么当然 注意到了这个情况 相关部门 人大等等 注意到了这个情况 前几年已经开始 有所探索 有所变通 什么变通呢 就是 你 登记还是登记在 复刻所在地 登记在复刻所在地 然而呢 你可以不参加 所在地的 复刻所在地的选举 你恰恰可以跑到 你常住的 这个地方来 参加选举 条件 条件有一个 有一个条件 你必须在你复刻所在地 选举委员会 应该出个证明 什么证明 就是表示 你放弃在复刻所在地 你放弃在复刻所在地 参加选举 出了这个证明以后 你可以跑到你常住地 你务工的地方 城市里面 你拿出你这个证明 你提出可以参加 我要参加我常住地的选举 要不然 如果没有这个证明的话 那弄不好 又怕有些人 两头参加选举 那就是行使两个选举权 那又是不平等 对的 你说不定到 你的复刻所在地 你去参加了 你又跑到常住地来参加了 那你一个人参加两个 是不允许的 不平等的 所以呢 叫做 那里开个证明 放弃复刻所在地的选举 然后可以到常住地来登记 参加常住地的选举 这样的话呢 是比较合理了 解决了 保证了 这批准人 可以参加常住地的选举 而且他长期离开 复刻所在地 原来的家乡 他在原来的家乡 到利害关系 不是很密切了 他常住地 到利害关系比较密切 而且情况也比较熟悉 他参加这些 这个常住地的选举 照理是更合适的问题 更合适 更合理 更有道理 因此现在有所松动 有所变通 没有复刻 复刻不在我这里 不要紧 只要你打了这个证明 然后到我这里来 当然有些人 有选举热情的 他这样做 有些人也不太有选举热情 无所谓 我两次都不参加 也无所谓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到底怎么解决 因为有的人还担心 还麻烦 还要叫我 到原住地的 什么 复刻所在地 还去开个证明 什么 很烦 因此也不意外难算 还是造成 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 没有真正参加选举 照理讲 这个是他的政治权利 人民当家 做出不着一票 照理 然而 还是碰到这样的难题 那么我知道 高层也在研究 但是高层的研究 到现在为止 在这个问题 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具体表现在 去年修改选举法 有好多新的修改 但是在这点上 依然没有做出新的规定 而且 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王少国统治 在就去年选举法 修改问题 做说明的时候 公开承认 因为复刻问题很复杂 复节问题很复杂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还不能 正式的把它 做出一个新的规定 我们还要研究 还要研究 那么再研究研究了 这个难题 也不那么容易 因为一个复杰的问题 复杰加上流动 人口等等 怎么样保证 他们都能够参加选举 又比较便利 又比较方便 这个问题 只能等高层再研究了 我们再注意观察 或者几年以后 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刚才说了 有所变通 A